第31题 有一杯饱和无沉淀的食盐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同温下加入更多的食盐与此溶液中 溶液的浓度会变大 这个是错的 相同温度之下溶解度相同 饱和浓度相同 我加入更多的食盐 并不会使饱和容易溶解更多的糖 所以浓度并不会改变 选项A是错的 B 同温下放一段时间蒸发掉一些水 容易的浓度会变大 这个也是错的 水蒸发掉之后 它能够溶解的糖量会减少 但是呢 它的溶解度不会改变 浓度不会改变 所以这时候 它的浓度还是跟原来一样 保持饱和 并不会变大 也不会变小 选项B是错的 C 将这杯食盐水泡冰水降温 容易的浓度亦不变 这个是错的 因为温度下降之后 溶解度会变少 所以会它本来饱和之后 它会吐掉一些盐巴出来 然后使得我的浓度会变小 因为我的溶解度变小了 所以容易的浓度不是不变 而是会减少 选项C是错的 猪 在不让水分损失的情况下 加热提高食盐水温度 容易的浓度亦不会变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现在呢 溶解了这么多的糖 温度增加之后水分不改变 那么我还是溶解这么多的糖 那我的糖一样水一样 糖水一样 所以当然我的浓度也是一样 所以选项猪呢是对的 第31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在不让水分损失的情况下 加热提高食盐水温度 容易的浓度亦不变 不加水分损失的 自己去换 pics